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老婆在边上先是一愣 紧接着甩手给了自己的男人两个耳光 又拉又扯连哭带闹 全火锅楼的目光全部聚焦在他俩身上 那个男的真叫欲哭无泪啊 没想到少妇又悠悠的来了一句 我是怀孕了麻烦你把烟掐了吧 那个男的捂着脸哭不出来 从那以后他戒烟了 吃饭有风险 臭烟虚谨慎啊 所以有些坏脾气就像他太太这种坏脾气 就像一朵玻璃墙 把我们人的心和别人的心割开了 很多人就是坏脾气 把我们在单位里跟同事之间的感情割开了 有些人因为自己的坏脾气 慢慢的把成功割开了 所以我们人看得到成功 因为有这堵玻璃墙 总是无法达到成功